沙特在和台达的战斗 沙特在武装也组织起10万人进入到和台达地区 不要以为胡在武装都是游击队民兵 胡在武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野门军队的正规军出身 而且胡在武装还可以自己制造弹道导弹 今年以来胡在武装就向沙特发射了119枚弹道导弹 现在胡在武装还有6套公路机动型飞毛腿 B弹导弹发射系统和10套机 动型SS21剩甲重型弹道导弹发射系统 另外还有发射井 沙特战机就曾经空袭炸毁过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井 野门也曾经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弹道导弹 包括火星5和火星6型导弹 另外胡塞武装也将萨姆二防空导弹改造为弹道导弹 射程可以达到250公里到400公里 两种改进型 并且胡塞武装还可以改造这些导弹 并且自己生产弹道导弹 并且生产改进型P20型按机反舰导弹 并且还通过修改弹翼 雷达制导方式 胡塞武装还把俄罗斯生产的空空导弹改装雷防空导弹 胡塞武装在与沙特接近全市山区的萨达省建立起了复杂的坑道 隐藏招数十辆导弹发射车和上百枚弹道导弹 还有导弹车间 维护车间都在这里 所有操作人员都是接受过俄罗斯培训的钱 野门军队成员 从导弹军工来看 胡塞武装也不比印度军工差多少了 因此 胡塞武装一边使用弹道导弹 袭击沙特空军基地 降低起战机起降频率 一方面 集中主力防御城区 放出大量游击队进行迫袭战 特别是封锁了沙特联军 几乎所有的路上交通线 只要沙特联军运输车队出现在公路上 就会受到一系列的袭击 这就让沙特联军的进攻失去了持续性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 沙特联军在前线弹药消耗量很大 而且每天也需要其他补给物资 从海上运输 也被胡塞武装挫败 阿联修护卫舰在掩护沙特运输 补给舰在河台达附近靠岸的时候 遭到了胡塞武装树枚反舰导弹的攻击 直接被当场击沉 从此沙特补给舰也不敢靠近港口 从海上 路上的运输都面临被切断的风险 从空中则更不安全 胡塞武装有大量中程防空导弹 沙特运输机不敢在这样的地方降落 近期沙特开始使用无人机 直接全程掩护运输车队前进 据报道 沙特出动彩虹四型武装无人机 全部保护运输车队 彩虹四无人机既可以进行侦查 也可以从空中迅速打击伏击者 掩护运输车队 装甲护卫队突围 而且无人机基地无论部署还是修建都非常方便 胡塞武装很难压制得住 沙特这种战术一旦成功 也就意味着未来更多的彩虹无人机和相配套弹药订单将会源源而来 沙特出动彩虹无人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